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导致各地的防疫物资都相当缺乏 花蕾市公所为了尽一份力帮助姐妹市 就开始透过3D列印自制防护面罩 以及各个手工制作的清洁灶等物资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会在近期内尽快将这批的防疫物资寄送出去 希望姐妹市拿到之后都能够感受到友谊的温暖 3D列印机不停运作 一层一层堆叠出防护面罩支架 花蕾市公所的同仁也都拿起剪刀 将列印好的成品做修编处理 而教室另一头则是有手工造讲师资格的市长夫人 细心指导着公所同仁制作茶树清洁灶 就是希望在防疫期间能尽一份力 为花蕾市的七个姐妹市及友好城市提供实质的帮助 这些市面上虽然都还买得到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跟国内的国内来抢物资的情况之下 用自制的方式 那也让所有的同仁用沿袭的方式了解到 也许在家里面我们就可以自己制作防疫物资 面具是300个 那我们手工洗手罩的部分是2100个 那我们原则上在高千岁丁 圣钢市 宇纳国丁 石原市 在日本的部分 那还有在卫山广域市 韩国的部分 在美国的阿博古吉跟我们贝勒夫U这几个城市 我们都做持续的来联系 那你把这些物资会寄过去 如果有不够的部分 我们统整真的很棒 也很可爱 他们说愿意来协助他们在制作更多的 那我们第一批的物资就会在近期内寄出去 面对疫情延烧 各种防疫物资都很缺乏 在姐妹市当中的韩国卫山 及美国亚伯古基市 都曾发出讯息来寻求口罩等防疫资源 由于现阶段口罩的出口不易 国内也很缺乏 华联市公所的同仁就利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制作出300个防护面罩 及2100份的手工清洁罩 希望能透过实质的帮助 让姐妹市的公职及医疗人员 都能拥有多一层的防护 也能借此传递花联市公所 对姐妹市满满的爱与祝福 记者 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